近日 中国华北地区迎来今年最严重的雾霾污染 官方数据显示 自11月30日午后起 中国首都北京全市污染指数大幅走高 南部郊区部分监测站点PM2.5小时浓度超过每立方米900微克 12月1日 当地PM2.5指数继续报表 北京市民岳先生12月1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感觉这次更严重 以前好像只是局部部分地区 这时候我看怎么整个到南部大型那边怎么全是这样 整个全是雾霾很严重了 政府该把他自己该干的事干起来 我看那个专业的诱人介绍这种情况 对人身体的肺 危害相当大的 这北京市民怎么生活啊这个 别光说新闻这包难道 面对持续爆表的雾霾 有民众开始翻旧照 找出了2014年年初北京市长王安顺与中央立下的身死状 称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的报道 并留言道 距离2017年不远了 还有网民翻出了16年前的1999年北京晚报 有关国务院审议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目标和对策的报道 标题上大大的一行字写着 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 转发了有关旧账的北京市民向力 12月1日向本台表示 郑露呢 是觉得政府一再承诺 不管是这个王市长说我提头来见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媒体说不要让雾霾进入这个21世纪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承诺 但是这都是空头支票 作为政府承诺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兑现 现在就是没有任何责任感 不仅仅是政府 也包括所有的公民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可能他们在安装自己家里 有一些壁炉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工程 当然政府要占其中我觉得90%的责任 因为他们有能力去推行各种政策 去自己误瞒 但是他们没有做到 并且做得越来越惨 他们仅仅是考虑到经济成本 而不考虑到环境成本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采访报道